我们带您来到台中市太原路赏鹰狼道 最近是整修完毕 因为在那里最近有民众发现 地上的动物地砖 竟然出现了马老鹰还有狗 这样有趣的排列 但是却引发了政治化的联想 因为有民众就认为说这个谐音不好听 好像是在污蔑国家的元首 但是也有民众认为这是拍错马屁 应该要重新铺舍 太原路的赏鹰步道环境优美 适合全家散步逛街 整条步道铺了动物地砖 有松鼠 牛 鸽子等六种动物 偏偏有几条地砖 竟然出现了马 鹰 狗的排列组合 不然就是鹰 狗 马 乍听谐音确实不太好听 想到什么 想到总统还有什么 总统在头上打得好吗 没有 怎么说 其实说也不用扑得那么恐怖 跟我们国家元首名字很像 所以不太好 民众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谐音不雅 甚至认为马鹰犬放在地上踩 感觉不好 蓝绿名带各有解读 我认为是刻意安排 但是我觉得绝对不是赞美 民众想象力丰富 其中这条地砖 别的动物都是脚踏实地 只有排第一的领头马 四脚悬空 跟大家不同步 引发有趣联想 是否认为动物地砖排列 纯属巧合 不需要犯政治化 如果建筑师觉得说 应该稍微调动一下比较好 或者是更换一下图案比较好 我们都完全尊重建筑师的想法 动物地砖出现马鹰狗的有趣组合 纯属巧合 要不要换掉 见仁见智 明星文章是余秀生 台中报道